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日喝茶之时 太白子似乎察觉到了一些端倪 那掌家为何放他离去 魔道行迹渐秘 远在我预料之外 此时必须太白子出面 抓紧连纵 看来师叔已无力彻底镇住昏远时 加之太出九元转世 魔道大军进反昆仑 朝夕之事 那昆仑做好万全准备了吧 幼稚 昆仑大战哪一次不是惨烈收成 惨 惨烈 玄门两次惨胜 杀了魔道那么多教主和魔宗 怨恨越积越深 相信这一次 他们定是以后备而来 不光要救出那天魔元杀 残灭玄门 也必是他们的目的 就算此次再获惨胜 我相信还会有第四次 第五次 这 这 这不是天一子当年说的话吗 天一子说的话 我万分赞同 只是他不该劝我与魔道够合 不该劝我退位让先 不该去找我师尊习以子 那师尊您现在不担心吗 昆仑作为玄门之手 缠灭魔道便是职责 我末少爱及时深死 所作辅负玄门正宗 这便是宿命吗 更何况 师尊师叔玄门二圣与本掌教 三千年玄力修为汇聚一身 中原界最强之人想见识一下 魔宗们的本事 生死残胜 生死残胜 谢谢 谢谢